在免稅倉庫裡面 藏的 在免稅倉庫裡面藏的 其實不是9200條 是9233條 33條是誰的 黃香味的 來 請問這33條煙現在在哪裡 這違法嘛 這財政部要依法陌入嘛 要科法還嘛 財政部陌入了沒有 依法科法還了沒有 來財政部部長 不要跟我說你不清楚喔 現在在黃香味 東西在哪裡 我們的了解應該是在黃香味這邊 在哪裡 黃香味這邊 所以你們到今天一個人可以進33條煙嗎 可以嗎 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他不是理課 但是按照這個海關這個所謂的 我應該這樣講啦 就是援救管理法的規範 因為他不是理課啦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按照第46條 ANGEL管理法第46條之一的話 就是要地方政府來依規定來採法 所以權責機關是誰 誰放水 桃園市政府嗎 我們也請桃園市政府來 你整個時候請桃園市政府的 今天公文喔 下班以前給我 不要再講空話了 來 接下來請華航跟華航空除 黃香味的煙有沒有打櫃 在哪裡拿走的 因為我有去台北觀看 黃香味這33條煙根本沒插扣 我去看了啦 33條煙 黃香味不是在機邊取喔 因為在機場裡面運輸貨物都要包櫃 打櫃在裡面 請問33條煙什麼時候 誰在哪裡拿走的 跟委員報告 這個煙是在倉庫裡面 是零的 但是還沒有拿走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拿走 還在倉庫裡面 東窗事發 不管理了是嗎 可以這樣搞嗎 蛤 還在倉庫裡面 這些事情怎麼之前都沒有跟大家講 這樣叫調查到底喔 這個調查跟委員報告是調查的結果 來 再來看 機場銷售 機上銷售735條 這些是我們已經抓出來的 這些人有的被洗漱 有的被還洗漱 還有138條免稅菸 誰買走了 每一個買的都有符合法定 一人買一條嗎 現在兩個部分嘛 第一個預購的部分 你交代的不清不楚 今天我會要求主席 下班以前 請交通部折承華航 把報告交出來 第二個 機上138條免稅菸 誰買走了 誰買走了 有沒有違法 財政部來 掌握清楚沒有 事情隔這麼久了 大家繼續混繼續蒙 都不談細節 不談具體的事情 各位委員報告了 事實上我們台北關已經 根據這個 每一個購買者 他的刷卡的資料 訂過的詳細 我們現在正在調查 現在還正在調查 來 部長需要多久 什麼時候可以公佈結果 每一條煙都跑不掉啦 是 有違法的人 不要以為躲在後面 沒有被抓出來 大家都不知道 我們調查清楚以後 如果按照 需要多久 事情發生到現在 已經多久了 人家檢察官都已經起訴了 檢察官這麼厚的起訴書都起訴了 結果你們到現在還在調查 委員 給我一點時間說明好不好 不用 你只要告訴我 調查要多久 什麼時候公佈結果 我們這個禮拜之內 好 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之內 請財政部 說清楚 138條煙誰帶走了 下一條 請總統府副秘書長 請總統府副秘書長 只要屬於財政部管的部分 請總統府副秘書長 司法官 施菸有沒有從總統專機上面搬下來的 有還是沒有 總委員報告 呃 預購 有還是沒有 預購了9200條式機編交易 另外有597條案子到檢方扣押了 他的確是從批票下來的 那你們為什麼總統府發言人說 沒有從專機上面運下來施菸阿 總委員報告 那時候我們還在做內部的行政調查 對啊 所以你們可以馬上要帶風向 殺這種謊話 總統府發言人 可以發假訊息嗎 蛤 你們一發假訊息以後 大家全部都上來背書了 所以黃河山胡說八道 也沒有從飛機上運下來的 結果有 7997條有5500多條 就是從飛機上運下來的 我有說錯嗎 總統府要不要針對之前發不實的訊息 跟大家道歉 要還是不要 就看你擔當嘛 要不要道歉 我這部分因為我不太清楚 之前委員林發言 好沒有關係 請你帶回去給總統府的發言人 我就問一個問題 總統說要打假訊息假消息 我100%贊成 怎麼我們總統府發言人自己在 帶風向發假訊息 要不要道歉 讓總統府發言人自己今天決定 來最後請調下去 大家覺得同仁很辛苦我知道 我也無意苛責啦 就是你們為什麼一出了桃園機場以後 馬上把車子給攔下來 然後沒有尾隨說那台車子到底是到哪裡 因為一開始犯罪事實還不清楚嘛 會不曉得在到哪裡嘛 所以我很負責的去現場看 我看完了以後我可以理解 調查員那個時候為什麼決定收網 因為車子可能真的會不見 但是我沒有辦法理解的事情是什麼 這個車子是犯罪工具 你們到台北關完了以後 到台北關完了以後 你們為什麼車子沒有扣 這個問題我問了好久 我到現在沒答案啊 這個不是刑事訴訟的ABC嗎 這個是公犯罪的工具耶 而且還是符合貪污治罪條例 構成要件的要素耶 公用運輸車輛 你們為什麼不扣 調查局局長可不可以跟大家解釋一下 為何不扣 跟委員報告 這些公務車輛應該 其實在整個收證的犯罪的 市政都很明確啦 先停一下 剛剛你說喔 市政都很明確 那下一個問題來了 這個公犯罪運輸的工具 這個不是證據嗎 這個不會牽涉到刑法 接下來沒收的問題嗎 你們調查局報案 總會辦成這樣 這個公務車應該沒有沒收的問題 我們等案子接下去發展 你回去把刑法再犯一下 來國安局 國安局 我另外一個想不懂的問題喔 這個車子7月22號 禮拜一下午 車輛壓到台北關的時候 壓到台北關以後 我第一個沒辦法理解的事情是 我們為什麼調查局沒有查扣車輛 我第二個沒有辦法理解的事情是 請問離開台北關了以後 跑去哪裡了 跑去哪裡了 這兩台車跑去哪裡了 來請回答 我請特行中心服啊好不好 局長你還不熟喔 我是熟 但他更 OK好來 請熟的人沒有關係 我不會問來局長 主席委員好 特行中心服 車主席哪裡 這個裡面跟委員報告喔 這五輛車裡面 只有四部車 帶煙 我知道啦 只有三部啦 在下午1點41分 在遭受那個調查局跟台北關 查獲之後 這四部車 旋即到台北關 到台北關 不好意思不要浪費時間 講我已經講過的話 這個流程我都幫你畫出來 我現在的問題是 離開台北關以後開去哪裡 離開台北關的時候 到新北飼料處去 然後呢 完成出訓完的時候 人車到台北地檢 這個時候晚上 當天晚上 7月20號晚上 由北檢 直接幫車子啊 就我們原單位啊 就把它開回來了 你們原單位是誰 永和警衛市 所以永和警衛市把車子開去哪裡 永和關底 我再問一次齁 永和警衛市本來跟你們說 車子什麼時候還給你們 他們是 行期一就要還嗎 呃派車單是這樣庶民嗎 對啊 那為什麼會 到禮拜三才還呢 我現在就想不懂啊 這兩台車子 平白無故消失了兩天 他跑去哪裡了 你們派出去的派車單齁 我對國安同仁很敬重啊 把關絕對要嚴格啊 我派出去的車禮拜一說要歸還沒有歸還 我一定開始追車子啊 結果你們到禮拜三的時候 才三三來遲的 去找車子把車子開回來 這兩天車子去哪裡了 停在哪裡 在永和警衛市的情緣駐地的停車場 他們有沒有解釋 他為什麼要開回永和警衛市趴兩天 有人跟你們解釋過嗎 呃報委員 有關於派車的期限 的確是如委員所講的 在7月20號 對不起你針對問題回答 他們有沒有跟你解釋過 為什麼到禮拜三才還車 沒有做說明 沒有做說明 那奇怪了 你們不覺得這個事情很重要嗎 國安局要負起責任要調查到底 徹查到底給全民一個交代 這件事情可以不調查嗎 可以不調查嗎 你們這麼多行政單位 還有調查局的人耶 今天我問的喔 都還是很基本的問題耶 都還不是太尖銳的問題耶 調查到今天還沒結果 最後一個問題 這些東西在哪裡 這個在華山空處的保稅倉庫裡 我去台北關合的對過了 這個用塑膠袋裝起來的東西 現在在哪裡 在倉庫裡 有人拿走了 誰拿走了 什麼東西 請回答 誰知道 這個齁 就是跟VVIP放在一起的啦 照片我還有很多啦 但是我就秀一張最關鍵的 還有其他的東西啊 這個東西在哪裡 這個台北關沒查扣啊 我有去台北關看過啦 但問題這個東西在哪裡 我後來去國安局的車上找 國安局的車上乾乾淨淨的 台北關也沒有 那請問這個東西在哪裡 誰帶走了 華航可以回答嗎 華山空處可以回答嗎 東西在哪裡 什麼東西誰買的多少錢 誰可以回答 報告委員這個就是那個 那個 空品處啊他們訂購的那些 空品處的什麼 黃香媚他們受委託所買的那些東西 黃香媚他們受委託所買的 東西沒有拿走 就是沒有拿走 你確定東西沒有拿走 他們在檢調的過程 已經都調查完了 所以 對他們已經 那現在這些貨品要怎麼 現在這些貨品要怎麼辦 當事人棄權 末入要不要處罰 因為並不是 菸品 有些是 就是免稅的一些東西 這裡面價值多少錢 就是大概幾萬塊錢 我就簡單講嘛 你隨身攜帶的行李 在一定的金額以下 那個OK 但是請問這是隨身攜帶的行李嗎 這個是利用職務上面的機會 違反受任的義務 所做的圖利行為耶 華善公主跟華航 要不要主動移送法辦 我有說錯嗎 公務員就是貪污治罪條例嘛 一般業務上面的人 就是我們在刑法上面的背信罪嘛 利用自己職務上面的機會 會圖利自己啊 有追究責任嗎 不好意思 主席已經站起來了 請針對我剛剛的那個回敵 我剛剛的那些問題 今天在會上沒有回答的 麻煩主席才是 請各個主管機關 今天下班以前都回答 今天